- 大家好 我是大高雷的Domi 欢迎回到频道 今天我来在大阪南坡 对 没错 我的故乡 然后呢 今天要拍一个久违的那个计划 因为现在呢 已经日本开放给那个外国观光客嘛 所以大家应该会来这个南坡 然后南坡有超级多观光客必吃的那些东西 那我上次呢 介绍那个大阪的串杆达 然后那个到底合不OK这样子的计划 那这一次的话呢 我要调起来的就是 金龙拉面 就是金龙拉面 我在IG上问粉丝们 然后就是来大阪的话 必吃的是哪一些金龙拉面 真的超级多人留言的 现在赶快去吧 大家应该不用说明金龙拉面在哪里吧 就是南坡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一条街友 大家走一走的时候呢 会发现金龙拉面 南坡附近有三家店 那其中两个就是站着吃的 但是我刚刚看那个客人的样子啊 站着吃的店 真的都没什么人 我现在要去的是 当然是可以做的 比较舒服一点的 好的 现在到了金龙拉面 这边就是有位置的 也是最靠近都东坡里那一边的 我真的有点吓到耶 意外本地人超多人坐在这边的 可能是他们也是日本人的观光客吧 应该不是大阪人不少的 真的是 每次经过我是不会被吸引的 说实话 所以呢 在IG上说到很多信息说 诶 金龙拉面 金龙拉面的时候 真的笑到 原来真的观光客会吃哦 这种感觉 但是呢 我也不能这么啰嗦 因为我也还没有吃过 所以实际开餐之后才知道是不是 点餐 你看哦 这边有一个自饭机 而且它有写说 24小溪营业 才开 所以就是以前不是 但可能现在开饭观光客了 所以又开了24小溪 这个我觉得很加分 非常方便的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一次的话呢 买一个就是很经典的拉面 800块的这个好了 谢谢 我刚刚看外表的时候 第一印象就是 嗯 就是很经典的 可能 豚骨拉面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这种网 应该外国人会看到有点开心吧 就是很拉面的这种网 然后这边的气氛来说 我觉得蛮有feel的 因为呢 这个就是有点像路面的店 所以呢 可以坐在户外 然后还有这种 专门做 畅的位置 所以这一些也是可能 吸引外国观光客的原因之一 那我现在这边是坐角落的位置 所以呢 就是你看 这种比较大阪的这种街 蛮不错的 可能拍照什么的都蛮有feel的啦 但是呢 最重要的还是是味道啦 那我这个人呢 其实超级爱拉面的 以前一个礼拜吃三四次的那种 那判断拉面的时候呢 重大三大要素就是 汤 面 料 我每次都先喝这个汤 来吧 哦 是这样子哦 真的是我刚刚说明的 就是非常经典的豚骨味 它虽然味道没有那么浓 就是不是那种很浓厚的那种 豚骨系列的 有点清淡的 所以如果你怕那种 豚骨的那种臭味的话 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耶 比起那种 福干的豚骨拉面是什么 叠叠叠叠叠 这个面 嗯 这个其实不会超过我的想象 我的感觉啦 它吃起来比较没有Q弹的口感 有点像在家里煮的面那种 但是这个细面的感觉是 跟那个豚骨的风味非常配的 面可能要再加油一下 接下来这个叉烧 看起来有一点薄薄的 没有很厚 就是吃起来没有很多肉的满足感 而且肉有一点干 我自己觉得了 它用的是那种瘦肉的部位 不是那种肥肉 有那种油花会融化掉的 不是这样子的 吃起来是比较健康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好的部分是 普通的拉面呢 这个是 但是有三个叉烧 通常你点叉烧拉面的话 大概有五片 但一般的拉面的话 可能一两片 那这样有三片 其实是蛮好的 然后它的料的话呢 上面加了非常多青葱 很不错 因为我很爱青葱的嘛 还有一点点这种豆芽菜的 那这样子价钱是800日元 感觉好像涨价了是不是 以前好像不是800元 好 大家好 我刚刚去拿了这个 抛菜还有韭菜 我觉得这个金融拉面好的部分就是 这些料都是吃到饱的 这不用而为加钱的 如果喜欢那种 抛菜啊那些人呢 说 这个很好玩 天堂 但是应该日本的抛菜 不会辣吧 真假的 很辣耶这个抛菜 确定这里是日本吗 然后这个韭菜 韭菜好吃耶 好像两个都是用比较辣的调味 这个可能是一个外国人的口味吗 可能很多日本人不能接受这个辣度吧 还是我是假的日本人 哦 真的是 这个抛菜啊 加在这拉面里面 然后这样子跟面一起吃 很爽耶 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喜欢这种吧 可能辣的豚骨味之类的 最后加一下这个蒜头 啊要加蒜头耶 我觉得加了之后呢 它的味道更有前色感 比如说那个豚骨的浓味会再出来了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好处就是24小时开的 所以呢你可能订这附近的饭店或旅馆 然后呢喝到晚上 然后喝很脆很脆的时候呢 喝这个豚骨的热热的这个汤 应该很爽耶 我知道了 难怪这个是这边有名的原因之一 在大马活了26年才知道 好 大家好 我刚刚吃完这边的金融拉面 然后现在我在走那个千日前桌 然后呢 发现这边有超级多拉面店的 就是大概附近走路一分钟就有五六家的 然后呢其中这个金融梦跟伊朗 一约拉面呢 也是24小时开的 所以我在看你们的选择 因为如果不想要吃豚骨的话 可能吃那个金融梦 那好像我记得是酱油拉面 那如果喜欢比较浓一点的豚骨之类的话 也可以去这边的伊朗拉面 就是真的是超级近的 那这个系列的重点呢 当然不是只去伊札 我现在要去第二家的拉面店 就是当地人比较喜欢外国观看客 比较少人会去的店 那我现在的话呢 要往那边走的 好 大家现在呢 我从南波到日本桥那个车站 其实南波跟日本桥 这个大概走路三分钟就可以到了 因为我现在要去的店呢 不是用Midosuji那个地铁的 要用另外一个叫做Sakai Suji Sen 没有错 所以顺便带你们介绍一下Sakai Suji Sen的模样 喂 上次我来的时候都没有这个耶 台湾茶专卖店 好像台湾的那种饮料店的样子 好可爱哦 这边有大烹饪锅 好 这边就是Sakai Suji Sen的乐台 好 从12号出口出来了 往左边 到了就是这个Strike Camp 天津巴西市的六丁面本店 欸 我跟你们说 这个真的是我的大阪拉面口袋名单之一 你看这个外观其实非常有那种 以前怀旧的那种Fu 那其实这边的话呢 那个店面真的非常小 座位大概应该十个以下吧 所以呢 有点非常非常窄 可能等一下拍摄的话呢 我要用配音的方式来介绍 哇 我也超久没有来的耶 超兴奋的 现在是礼拜六的五点 那通常这边呢 午餐跟晚餐的时候 这边有超级多排队的 3点 4点 5点的话 还可以的 欸 好久不见 佩音 托米来介绍美食齁 那一进来呢 就发现这一件真的是蛮少见的 而且呢 我那天去的时候发现 全部都是日本人 所以如果你想要感受那些很当地的气氛的话 推荐来这边的齁 然后这边就是有Kembaiki 可以买那个拉面的嘛 那我上次来的时候没有这个外国语的服务 现在都有耶 英文 韩文 中文 所以就是购买应该是比较方便的齁 这家店呢 主要有两种口味 一个是酱油 一个是鸡眼拉面 那我自己比较推荐的就是鸡眼拉面 加半熟蛋的这个 你们相信我 这个就是最特别的齁 然后来到这边的话 建议吃这个的 哦 哦 来了 来了 因为那天呢 我跟哥一起去 他点酱油 我点鸡眼拉面的 那你看这个酱油拉面 只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它是有一点有那种 怀旧经典的酱油拉面 再加一些鸡油的那些香味的 哦 你看这个面的感觉 其实这个酱油拉面是真的蛮好吃的 但是呢 你看另外 我的重点就是这个鸡眼拉面 日文叫 辛卡口味 哦 光看这个外观 我的口水已经流出来了 我刚刚说的那个拉面的三大要事嘛 就是面 汤 料 这一碗真的是非常完美的 先看一下这个汤底 它虽然是说鸡眼口味 但不只是单纯鸡白汤的那个浓缩的味道 它还有加一点海鲜的那种浓厚的味道 但是它鸡跟海鲜都完全不会吵架的 然后这边比较特别的是有这个三个蛤蜊 它这个蛤蜊的存在呢 半句非常多的 让整个这个拉面的质感提升up up 哦 还有这个半熟蛋 哦 这个颜色也太漂亮了吧 然后这边还有三片这个修肥的鸡胸肉 哦 还有这个面真的不要怀疑 这是非常经典的厨布豆面 受不了了 马上来吃 哦 吃这个面的时候你会发现 因为厨布豆面为什么好 是因为呢 你吸的时候那个汤 那个浓缩的那个汤也会一起跑进来你的嘴巴里面 而且它面的口感呢就是非常QQ彈牙的那种 它如果在家里自己煮的话呢 很难实现的那些口感的齁 然后也可以配一下这个蛤蜊 它蛤蜊也是算是非常大颗的 接下来吃这个鸡胸 它的鸡胸完全不会彩 口感就是非常QQ然后很嫩的那种 然后你看这个半熟蛋 这个真的一定要加的 你看这个已经蛋黄流出来了 哦 好美哦 哦 你吃的时候马上会发现 哇 这个熟度真的是非常完美的 而且那个味道也是已经它们腌在特技酱油里面 所以本身也是有很多味道的 哦 一吃这个面真的不能停下来的 想要一直都吃 一直都吃 然后另外我觉得这边好的部分 就是它们提供的不是白开水 是无坦的麦茶 那因为拉面是比较浓味的 那你配这种无坦的麦茶的话呢 就是比较解腻 那这一碗拉面呢 真的不要花五分钟就可以差不多吃完了 那现在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的碗的情况 我故意留下这个 我跟你们说这碗拉面的重点 从这边开始的 那你再去Kembaiki买这个白饭 这个五十块的白饭超级便宜的 因为这个白饭不是一般的分量 就是有点像半份的 西教美佛做这个最后写的那个泡饭的 那你收到这个白饭之后呢 就直接加进去 然后就是 这个真的是最肥的吃法 我妈妈很常跟我说 你吃拉面真的不要喝很多汤 因为汤就是最胖的 但是也是最好吃的 所以呢 虽然这个吃法真的是非常多罪恶感 但相信我 你们就是可以试试看这个 哦 拌完之后就是这样子 马上完成了另外一个料理 好爽 你吃这个的时候呢 真的不要思考什么东西 就狂吃狂吃 吃泡饭的同时呢 当然可以配半熟蛋 还有隔离啊 鸡胸一起吃的话 更有这个浅刺感 这个味道太棒了 然后呢吃到后面呢 还可以加这个刺 那加刺的话呢 那些原本非常重口味的那些味道 就会变得比较清爽 比较顺口的 所以呢也非常适合最后周围 这个湿的口味 你点这一碗的话呢 至少可以享受三种口味的 都可以有很多变化的 欸Tommy 你现在是怎样 完全看不到你的脸 完全忘记掉这个相机的存在 最后的模样就是这样子 连一滴摊 连一粒的米饭都不会剩的 这个吃法就是正确的 各位 好的 吃完了 因为这个店里面实在 真的太安静了 其实有一点不敢讲话的那种 但是我跟你们说 因为我们通常吃拉面就是 不会聊天 就是可能是真的是 专心享受那个拉面 这个概念 所以呢就是吃吃吃吃吃 然后大概10到15分钟 就马上走了 如果你要聊天的话 可能要去咖啡店之类的 或是比较大型一点的 联手店的话可以 但是我跟你说 这种比较小小的单地店的话 不要待在太久 应该是比较好 这是我的建议齁 反正呢 那一家ストライク店 真的是味道 不要怀疑 太好吃了 吃两碗拉面有点饱 而且最后加上一个 シメのご飯 太满足了 如果大家要来大阪观光的话 可以参考这个系列 然后看你们的选择啦 我觉得有一些人还是喜欢 观光客会去的店 因为可能是语言比较方便 或等等之类的 当地的店真的是看着我的影片 就是模范我就可以了 像刚刚那个店的话 蛮贴心 有中文的那个 点赞的那个机器 所以相对来说 难度是比较低的齁 好 那就这样解释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